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说一位退休 而且他也挺特别的 又做过美国第一夫人 又做过国务卿 什么人不用说 大家都猜到了 就是希拉里克林顿 其实记者就是专访了希拉里 他就是说自己对于基辛格和布洁津司机的看法 布洁津司机也是很崇尚一样的 就是叫做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 基辛格 当然了 这个台湾地区就叫人鬼神吉 叫阿吉 不要紧了 反应不同 反应都挺过瘾 叫阿吉 叫阿吉 亦都说一下 民主党是需要控制 激进的左派 那也是 如果有很多 激进的左派就会夹死你 说回吧 其实希拉里就刚刚在英国回来的 原来他在一个文学节上就发表了演讲 还遇到一位帮助女皇 是organize 他登基六十周年庆典的美国人 他亦都说当时在英国 感受到 女皇登基六十周年 即是这个白金戏活动 是相当紧臭的 记者就问 但是好像 今次女皇的整个 白金戏庆祝很顺利 希拉里克林顿就说 算是 不过 我不是特别喜欢英国的媒体 当然了 记者亦都说 2016年的时候 他就输了给前大统领 大家记得 前大统领 阿琛先生 有些人就说 你真是 本来个个都想着你赢的 他就说 为什么当年会那么大事 因为很多男性的权威人士 似乎 是不喜欢 我们 这些女性作为 美国的国家元首 所以我就变成了少数派 希拉里就说自己是少数派 因为 实际上是 做到国务卿 我想 当然 贺锦维是副总统 但实权来说 应该是美国国务卿 是更加多实权的 那么 他就没得再上一层楼 有些人就叫他 等拜登这届做完了 拜登退下来叫他选 但他就说不要选 究竟周老头会继续选呢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因为有那么多年纪 当然 有些人就说 希拉里 你好似是 经常戴着一个 面具去和人交流 他就自诈说 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和媒体 几十年来的结缘 他又说这句 其实媒体几十年 都是对女性作为领导人 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他就说没有歧视 这个都几个人 非常不同的看法 他就面临着整整一代人的 时间 还有毫无结果的这个看法 他就觉得 你对我这几十年看法都没有变过 没什么问题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大家知道 克林顿夫妇 就有 白水 事件房地产投资 的调查 另外 很多人 就觉得 他老公 当然是做了些不检点的事情 就是 克林顿先生 大家知道 当年炒得很大 来温斯基小姐 然后 2021年 针对 一名美国大使 和其他三名美国人 在他国务卿任内 另外 就是被人扔低了的 班加西听证会 他也是 被人感觉 为什么你这么说话 好像你什么都做不到 不过 最近 其实 他的一名 法律顾问 之前就说他有罪 结果是证明了没有罪 对他的 指控 最后 都是什么都查不到 另外 记者就说 虽然人家对你指控什么都查不到 但是 貌似联邦调查局 调查侵生和 克里姆林工之间的关系 什么都查不到 希拉里就说 其实 我就是被美国这些 情报机构调查得最多的无辜受害者 我虽然是精通法律 但是 这些调查都令人窒息 他也说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但是 当你遇上这么多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会想呢 他也说 现在 我们 这个国家 陷入了危机 是什么危机呢 就是 美国的民主 处于懸崖边缘 他首先 说到自己的家 他就说他老爸 原来是英国人 很多美国人的 祖辈都是英国人 他的 曾祖父 是一名抗公 后来就从英国 跨过大西洋来到美国 首先就在宾州 定居下来 之后 就很快转行 是 做一间 抗业公司 所以他就说 自己在抗区 是住了一段时间 是不怕身边的男人的 另外 也有人问 其实这么多年了 你觉得 当年16年 大选失利的罪魁禍首是什么人 有人就说 因为你 是 发表了一些言论 令到很多人 觉得你离地 但是 希拉里克林顿就说 我找到一些原因 比如 联邦调查局 就对我家里的 这些邮件 的调查 他 对于很多 人来说是一个很可恨的人 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而且 我每天 就好像一只兔子那样 每天都被媒体捉弄 玩来玩去 永远都不肯放过我 他也说 自从 在16年失败之后 他当时 女儿 就以后都不敢跟他说 说他 以后 会继续 好像现在这么强 就是说 不敢跟他说 你很行 怕 他伤心 因为当时每个人都说他很行 结果就 选不了 他就说 当初看这件事 真的很大件事 很多人就说 16年我败选 几乎是世界末日 他也说 16年就是一个 美国撕裂的 年份 因为特朗普上台 另外 1973年最高法院对于 罗伊 数位得案的裁决 是确立了女性的权利 这个案 可能又会 发生逆转 很多人就问 其实 美国这样的话 会不会 越来越撕裂 他也说 当你 走入一些 极有知识分子的 这些人堆当中 你就发现 他们对于几类人 很厉害 第一 就是彩虹人 第二 就是 一些 比较 希望社会进步的人 不过 这些极有分子 都会令到美国 会 进入危险当中 就好像 就好像 有些女性 他 就因为被人霸王硬上攻 就有了 弟弟 当然 他们究竟有没有权利去不要这个小孩呢 他就问记者 记者就问他怎么看 他 就不敢说 因为你知道 始终都是 一个人的性命 当然 他也都说 老实说 我以前都是非常自以为是 就想着重数这个社会 但是 自从 在16年落败之后 他就觉得 没办法重数这个社会 他当然 他说自己落败不要紧 但是 这个搞笑 我落败不要紧 但是 最大事就是 特朗普赢了 如果我赢了的话 这个世界的结果可能不同 是整个世界不同 他说的东西究竟对不对 你是说不了 因为历史没有余果 没错 事实上 特朗普上台之后 这个世界的确 是向右转了 而且 是变得撕裂 当然中美关系也变得很差 他就说 自己输不要紧 但是特朗普上台就令到美国 开始 民主制度 逐渐衰落 他最 简单的回应就是 167政变 就是发生在2021年 1月6号 到7号 一大堆人就冲击国会山庄 就阻止 拜登 获得认证 这件事情 其实 就令他觉得 美国民主 已经是不多 他也说 2016年的 投票 几乎 就在几个小时内结束 他也说 收到大量的证据 表明 麦尔沃基的选民 是被 他知门外 抵特律的选民 就没办法投票 不过 他就不是一个 输打赢的人 这件事就比特朗普好多 特朗普到今时今日 他也是没有承认 自己是落选的 都挺厉害的 拜登也做了这么久 他的支持者也是 是的 他的支持者也是 当然他也说 这些州份 是共和党管理的 所以没有人查得出 真正的真相 他当时也相信 和平的 承计和过渡 都是有这些 事情发生的 他觉得 就算 有这些事情 也是没办法的 这是其中一个波折 既然赢了就有得他赢 这件事就算是好 因为他 算是认输 他也说 当时他不知道 劍桥分析公司 和社交媒体的 运算法 是这么厉害的 因为当时的劍桥分析公司 当然是可以分析很多东西之后 就知道那些人 怎么办 他也 说了一件事 他是 如果只是计 选票的话 因为美国就很特别 他是选举人票 不是绝对选票 如果绝对选票的票数 的话 其实希拉里克林顿 是以300万票的优势 是压住特朗普 但是 他就是 没办法 又以 7.8万张 选票的劣势 是失去了 选举人团 拜登 当时怎样呢 拜登是以超过700万票的优势 赢了特朗普 但是 是仅仅以4.3万票的优势 勉强赢得 这个选举人票的 所以 有人就说 不如将 美国的选举 制度改吧 希拉里克林顿 他 就没有对这个事有发表 任何的评论 记者问他怎样他一笑自知 当然 这件事就告诉 很多人听 其实共和党2024年的 战略是什么 当然赢得选举人票 当然 记者就问他 你觉得 特朗普2024年会不会参选 我觉得是会 我觉得 希拉里怎么说呢 希拉里就说如果 他可以的话 他一定会再次竞选 不过 就要看一下他的资金有多少 他银行户口 就大概有1.3亿美金 他用来 到处 去 当然是 找一些支持者 亦都为 组织反对选举提供资金 希拉里就说 我不知道 谁会在初选当中挑战他 但是现在的势头 的的确认 特朗普 如果出来选应该 他是有机会在初选中赢的 有人 就问他 你会不会 再次 是 想象选举的情境 他说 不可能 不可能 那 刚才有人问他 是不是参选 他就不回答 但是 他后来就说 第一 他就希望拜登参选 不是吧 我对这个很有保留 因为 拜登年纪 差不多 他就希望拜登参选 当然 他要有意参选才支持他 还有 挑战这一点 将会非常有破坏性 即是谁挑战他 如果拜登想参选 但有人挑战他 可能对民主党内部 出现撕裂 虽然如此 说回吧 拜登如果下次真的参选 他的年纪将会 满81岁 我不敢出声 你知道大妈 九十多岁都能参选 还是赢的 老妈 对啊 你对啊 但是 有些民主党的人士 就越来越焦虑了 就想 究竟 他应该参选 或者他现在应该辞职 因为很多人 是不拒拜登 这年纪的政绩 现在这个时候辞职 很不现实 怎样都能顶到这一届怨 是 但当记者问 你觉得拜登会临时辞职 希拉里又是没有回答 很明显他是不想再选 不过对于第一个问题 即是他刚才没有回答的问题 你觉得拜登会继续参选 以及你知不支持他 他应该是会支持的 如果拜登是继续参选的话 另外 当然 刚才我们也说过 有人就问他对基辛格的看法 基辛格早前就被扎尼斯基罵他 基辛格也很厉害 九十九岁 以及另外一位已故的 布热尊斯基 叫他比较一下 他就说 布热尊斯基是基辛格一生的对手和朋友 他就说自己都是在读这两位前辈的著作 亦都是领悟他们的潜台词 基辛格最近说什么呢 就是 为了结束战争 乌克兰可能 要将部分的领土让给普京 但是他的部分领土应该就是克里米亚 难道你可以取回克里米亚 我是不相信的 当然 想不到 乌克兰的总统有位 又是幕僚 他真的说 如果西方肯给足够的 装备的话 他真的要取回克里米亚 你这么说的话 西方就不会给你了 希拉莉就说 总的来说 布热尊斯基对苏联的弱点 是有更加敏锐的把握 他是完全同意的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 他亦都觉得 基辛格应该是给予历史的肯定 而且他一直都是前进 他就觉得布热尊斯基不会像基辛格那样 对俄罗斯人 抱有浪漫的看法 他觉得 基辛格是过于重视和普京的关系 但是究竟对不对 但是我反而觉得 基辛格是说一个事实出来 现在今时今刻 难道你觉得 乌克兰可以立即取回顿巴斯地域 我不是说对 但是现实是什么 乌克兰是不是在捱打 是呀 没理由你说 俄罗斯在捱打 这是三立和民事讲的 鹿梅讲的 刺激的 他们说 捱打是因为 是声东击西 这个真好笑 当然 记者当然不会放过 殉民 这个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 关于 普京这位领导人的 看法 他很搞笑 他说 普京是没有灵魂的 这么搞笑 他说虽然 现在 俄乌的局势搞成这样 但是他还不断地提到 普京在2016年 美国 总统大选当中扮演的角色 他就认为 我就觉得他潜台词 就觉得他选不了是因为普京 他就觉得 16年为什么选不了是普京有份 助这个 特朗普 因为 12年的时候 他就发表了一份 声明 就是他强烈反对普京 重返俄罗斯总统的宝座 你知道他之前跟梅德韦杰夫 是二人转的 他反对的 他觉得16年为什么特朗普当选 是因为 普京向他报复 我觉得这件事 你又想多了 因为 也是没有证据 到今时今刻为止 又是没有证据 说普京是真的直接帮助特朗普 我们很公道的 虽然我很讨厌特朗普 但是没有证据就是没有证据 没错 他也讲述了 几年前在伦敦一家餐厅 的一次晚宴上 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宾客 就对于北约冷战后 的东抗 是不是明智展开了讨论 他 就是 大声地说 我永远都不相信俄罗斯人 他也说 他一直都相信 抗大不弱 是对的 他也觉得 反对这种组法的论点 是极其幼稚的 他也说 默克尔幼稚 因为 他就说 看到的事实充分证明了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俄罗斯人永远都不值得相信 普京曾经对希拉里 有个评价 他就说 千万不要跟这个女人吵架 这个就是 普京对 希拉里克林顿的态度 在公众场合 上面 究竟 他对希拉里是不是一样 不友好 不友善呢 希拉里很搞笑 他就说 他对我 很有性别歧视 我们私下 有时候参加会议都有些互动 然后媒体 就会被邀请进去 一起参加 他会说一些 侮辱美国的说话 老实说 难道你们有没有说过侮辱他的说话吗 说真的 大家都一样 他就说 普京是一个喜欢横冲直撞的人 跟现在的 那个样子又不一样 人们就说他极度冷耗 你说他 喜欢横冲直撞 因为你是真的接触过他 我相信你 因为你认识他 他跟 跟普京的相处 应该这么说 不要交手 都过了一段时间 是的 你记得之前我们看普京年轻的样子 跟现在真的很不同 以前普京的皮肤好像比较黑 有没有发觉 都会比较黑 而且他的样子比较 呆一些 现在就 很冷俊 好像狐狸 对不起 我只是觉得他的样子好像白色狐狸 他就说普京是横冲直撞 在他看来普京在乌克兰 获胜的唯一途径 就是特朗普 就是特朗普2024年年任 其实他也是僵僵于怀 说真的 他说了给特朗普 你看他说 哈哈哈 漏了口风了 他也说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获胜 即是拜登那次 他就觉得特朗普会直接退出不弱 他说这点肯定毫无疑问 历史没有如果你说什么都可以 他也说 美国人现在是站在失去民主的懸崖边上 其他所有人关心的一切 都在慢慢消失 你看 他也说现在的人 对于乌克兰的问题越来越冷淡 不关事 因为你现在国内经济不行 应该这样说不是不行 是通胀太厉害 你自己的生活都没什么搞得好 你还去理人吗 这个很正常 是的 是的 所以你看到 其实他也是对于特朗普更根于怀 是的 他就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赢得 中期选举或者其中选举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要知道 接下来的事情多么可怕 另外一个可怕的事情 他觉得在美国国内就是 取消美国 警察经费运动 他就觉得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措施才行 我们是需要警察去工作 是的 但是 但是 你要知道 他党内 民主党有些人都说要将 警察的 预算是大大缩皮 因为你知道民主党里面有些人都很左 他也说 这些极端立场是不对的 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 这句话我认同 所以呢 他就觉得 警察这个问题没那么容易 尤其是 在美国这个角度 因为有这么多棒棒 他也承认的 跟我们说的都差不多 是的 美国这个角度 他们也都可以辩护 因为他说 喂 我的平民都可以有棒棒 我的 武力不是应该再升一级才可以压制到他们吗 如果有事的话 这个好像去到那个 有鸡蛋先还是有鸡先的辩论 没错 又是走入了这个死胡同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